原标题 雄安直通车阵容在扩大 留言注意这些事 雄安京区领导和三线党政主要负责人公布自己的手机号 与群众建立信息直通车得到了广大群众积极回应 目前相关负责人已经收到群众发来的短信超过5000条 并已对这些信息进行了阅读和分类 对于一些带有共性的简单问题 相关负责人已经通过电话短信和微信等方式进行了回复 记者从新区管委会了解到群众发来的短信 微信目前正在处理回复中 由于直通车每天接收的信息量很大 新区正在委托有关公司设计软件 实现对相关信息进行检索分类专办 现在我们还是手动操作 每条短信领导看过之后有专门的同志负责整理 按照限别和问题类别进行分类 然后转发交办给各县各部门 管委会有关负责人介绍 群众留言这样说 家住荣城县手机尾号9026的杨先生说 自己反映的关于冬季取暖问题 已经得到了新区领导答复 让气壁挂炉已经安好了 这种联系普通群众的直通车太好了 必须点赞 安新县老河头镇的村民许永会告诉记者 自己家房子老旧 无法住人 现在不能重建很范畴 他发短信跟领导反应 很快就收到了回复 很意外 这腰大的 领导能在白忙之中抽空回复我的信息 说明把老百姓的事儿真正放在心上了 新区领导这样说 从我本人接收到的信息内容看 主要分为建议 咨询和诉求三大类 雄安京区党工委副书记 官委会常务副主任刘宝林表示 对于群众的建议 将由工作人员汇集整理后 供有关部门参考 一些特别有价值可操作的建议 有关部门将会与当事人进一步联系沟通 对于一些带有广丈性的问题咨询 新区将不定期通过雄安发布进行解答 让大家周知 至于一些诉求类的信息 可能会涉及到侵害当事人权益 或干部违法违规问题 这个要未当 世人保密 并依法转交给信访部门进行处理 处理结果 当事人可以通过信访系统进行查询 刘宝林说 总之就是尽可能提高办事效率 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 不让这些信息石沉大海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是我们的宗旨 最近涉及群众具体切身利益的问题很多 有许多特殊情况 也有许多政策不能覆盖的方面 新区各县都采取了原则性 灵活性的方法给予解决 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刘宝林表示 目前还有一些类似的问题 需要用系统思维 底线思维 法治思维去处理好 刘宝林说 例如取暖政策问题 要依法之污 要用足用好政策 但是如果政策实在覆盖不了 要坚持系统考虑 尽不要乱出政策 错误执行政策 而引发新的矛盾和不平衡 也不能简单放弃 让群众挨动 如果百姓不能享受电带煤 气带煤政策 又没有洁净煤补贴 还不让烧便宜煤 那就要出问题 很可能出大问题 请大家举一反三 用心用脑 用力解析好这些多元方程式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有三个底线 一是任何情况下 不能让一个群众挨动 二是必须想办法减少污染排放 落实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要求 三是减少污染排放 人人有责 既不能都让百姓买单 也不能都指望国家买单 必须共担责任 有了这三个常量 这道数学题还难解吗 各级政府及干部要努力工作 勇于担当 解好难题 这几天我已经收到几百条群众短信 有些内容已经有明确政策 我就直接答复了安兴县县委书记杨宝昌介绍 有些问题比较复杂 县里已经召开了几次调度会 针对群众短信反应的问题进行研究 明确政策抓紧解决 直通车阵容在不断扩大 熊安的信息直通车阵容还在不断扩大 10月9日一大早 熊县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慧清茂宇到诸葛庄镇 走访慰问自建防管控当序户 他给村民和周围群众留下手机号码 开通与管控后的信息直通车 10月10日 熊县湖各庄村党支部给村民们发了一封公开信 敬爱的父老乡亲们 英联日英语道路诗华 池塘 勾池血水 希望大家看管好自己的孩子 注意安全 微防漏水房屋要提高警惕 检查电力线路有无破损 发现状况及时报告村党支部 我们的党员先封队 明定连 志愿者组织将是您的坚强后盾 有事请联系 温博138亿3129万6836 张福生139亿3327万2170 这一连串的名字和号码的背后 是一颗颗火热的心 令人倍感温暖 记者在此提醒公布这些手机号码 主要是方便胡各庄村民反映情况 解决问题 其他村镇的人没时要是 就别发短信打电话了 直通车留言注意这些事 从这几天直通车收到的信息看 有几点特别需要大家注意 一是发短信反映情况 一定要写明自己是哪个县 哪个镇 哪个村的 这一点非常重要 否则不知道您是哪儿的人 问题发生在哪儿 这事就很难交办到位 二是有时要事情需要反映 不要老是重复发送 发一次就可以了 有的人给这个领导发完给那个领导发 短信发完微信再发 这样不但占用了大量资源 反而预速不达 三是您在反映情况时 如果能表明是哪一类就更好了 这样便于进行快速分类处理 比如 我是给新区提建议的 我想咨询政策 或者我要投诉举报 这样相关领导看到短信一目了然 节省时间就可以回复处理更多的短信 新区直通车刚刚开通 还需要不断改进完善 进一步创新工作方式方法 建立多元渠道 快捷便利的与群众沟通 我们领导干部 首先要知道基层存在哪些问题 找准了问题 才能对症架药 为老百姓解决困难 办好时事 刘宝玲说 群众面对的问题五花八门 我们都必须认真对待解决 应该解决也能解决的问题 要马上办 办得好 一时解决不了的 要创造条件去尽快解决 解决不了的 也要向群众说明情况 做好思想引导和情绪疏导工作 责任编辑 张言